近日,我是各界举行行事多样的活动,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。 作品题材多样,风格多元,展示出了我是新时代公安民警的战斗生活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。 更好地展现我们公安干警,在所方面所取得的巨大的成绩。 除了优秀作品展览,现场还邀请了我是书法协会和我是美术协会作家现场辉豪,向新中国成立71周年献礼。 9月29号晚上,大疆在大疆体育馆举办诗艺桥乡古步祝梦国庆文艺晚会。 晚会在舞蹈表演《盛世欢歌》中拉开帷幕,表演者们满怀激情,以歌曲演唱、戏曲舞蹈、乐器演奏、清清朗诵等丰富多样的艺术形式,来抒发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怀。 12个节目轮番登台,戏剧表演变脸,展现出了国粹精华。 红旗飘飘,祖国不会忘记,锦绣前程等歌舞节目,唱响了爱党、爱祖国、爱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。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,为建设幸福美丽桥乡,凝聚蓬勃力量。 团市委组组织台山桥中近千名学生,用手机点亮夜空,组成祖国万岁、青年担当、2020台山等方阵,献立祖国,抒发内心对祖国的祝福。 本台记者综合报道。 本台记者组合报道。